香港女飛魚游泳選手何詩培 她這一次在東京奧運的成績也非常不錯 在女子200公尺還有100公尺自由式的項目 連續拿下了兩面銀牌 也替香港的游泳隊士寫下紀錄 拿著剛到手的銀牌拍照 香港游泳國手何詩培笑得好甜 還在東京奧運女子200公尺自由式決賽 游出1分53秒92打破亞洲紀錄 取得香港隊士爽面游泳奧運獎牌 23歲的何詩培獲封香港女飛魚 上屆里約奧運她才18歲 最終只拿到13名打包回家 深深感受到自己跟世界級的距離 這五年來她堅定信念 練習再練習 努力再努力 希望放棄每一個可以訓練的機會 每一個可以令我自己進步的機會 所以我每一次 當去到泳池跳下水的時候 就會將自己努力去游得最好 雖然看來好像很辛苦 要犧牲很多 但是我覺得這些全部都是值得的 2018亞加達亞運時 何時被受腳傷所苦不得已退賽 經過針灸按摩修養治療 2019年復出 在NCAA美國大學游泳聯賽 拿下二贏三桶的好成績 去年的國際游泳聯賽 九次打破亞洲紀錄 連續兩年獲選為亞洲女子最佳游泳選手 我覺得自己的優點可能是 每次比賽前的心理狀況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訓練是80%體能 20%心理狀況 但比賽就是20%體能 80%心理狀況 何時被心理素質高 在膠壓的比賽環境佔優勢 但她成為游泳選手完全是誤打誤撞 四歲開始接觸游泳 原本只是為了裴姐姐 一開始我是不是很喜歡游泳的 因為我覺得很悶 游來游去都是 看著泳池下面那條黑色線 游上游落很悶 每次來到泳池 我都會喊得很大聲 何時被是香港出生的混血兒 父親是愛爾蘭人 母親是香港人 兼具代表愛爾蘭及香港的出賽資格 愛爾蘭游泳總會不止一次向她招手 但她強調 她會代表香港參賽感到驕傲 這件東京奧運 再次披上香港戰袍 我希望拿著這個獎牌之後 可以給全世界的人看 還有特別是香港的運動員看 就是你不需要一定有一個很大的國家 才可以有到好的成績 就算你從香港來的 你都可以證明自己 可以達上這個奧運的舞台 何時被堪稱文武雙拳 除了永濟了得 讀書也很在行 赴美國密西根大學攻讀心理學 在兼顧游泳與學業期間 還會在宿舍彈鋼琴減壓 何時被奪牌後 Instagram粉絲迅速突破10萬人 之前上傳影片 修出奧運五環刺青 可見她的決心 如今在奧運殿堂奪下銀牌 過去香港運動員 志在參加的游泳項目 終於佔有一席之地 TVBS新聞綜合報導